今天有些美女跟著我走 這盤是268 268 上面三盤 這盤是888 888 這兩盤是688 這盤呢 那些花多 很多不同的品種 我認得到有香日葵 中間這個玫瑰 介紹中國國工人 journal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又回到廣州了 正式開始農曆新年假期的影片 今天我計劃是這樣的 我會搶先去看西湖路花市的實況 其實它搭好那些棚燈飾已經有一段時間 因為在我身邊的同學朋友 他們的社交媒體都看到已經拍到照片了 但是真正正正式開的官方公佈是今日的 因為之前我一直都在外面 我沒有辦法證實 今天我就趁著早上過來搶先 看看西湖路花市是怎樣的 現在早上8點半都未夠 差兩分鐘 我還未吃早餐 跟以往一樣 一個人拍攝影片 我當然先去吃早餐 我計劃去珠光路市場 那裏附近 夫人就安排了 我要買幾乳西洋菜 西洋菜好 對身體 今次要買特別多 然後我記得在珠光市場 對面有一個雲吞麵檔 好像也挺有名的 我們先去到雲吞麵檔 前這裏就是沿江中路 應該是中路 繼續往前 往右轉就可以去到珠光市場 鏡頭轉過來這邊 這邊是往北走的 大家都看到路牌 八旗二馬路 東圓橫路各種 我出來的地鐵站 是前邊這裏 現在叫團一帶地鐵站 有老廣州可能在這裏住過 但有很多年來回來 其實地鐵站 其實就是月秀南客運站那裏 附近又有酒店 這裏是這樣的 你說近不近北京路 對於我們比較熟悉的本地人來說 其實不是太遠的 如果住在北京路 太貴了 可以選擇一下這個 這間叫萬豪斯酒店 大概是甚麼位置呢 很簡單的 對面這裏 一邊攀過來 就已經是 江灣大酒店了 要去江邊 很簡單的 這個位置 已經走得出去 而且價格極填移 大床房 這裏今晚337元 當然這裏是最便宜的 沒有早餐的 有早餐是457元 看上去又 那些佈置都做好了 還有看上去都頗新的 像是去到泰國酒店的感覺 最便宜的 雙床房都是300多元 而且現在已經很臨近 農曆新年假期了 在這裏要過去北京南路 是很接近的 沿著我正前方的方向 繼續往前走轉右 這樣就能夠到 挺好的 對比住在北京路核心那些 雙倍價錢也不止 而且還要補不到 這裏 如果你比較幸運的話 可能有些位置還能看到江 也不出奇 酒店我跟大家說完 廢話笑說 我們現在就去吃早餐 這裏行鋸是珠光市場 就是珠光路 如果要去天字碼頭 在這方向行鋸 亦不是太遠 這裏是北京南路 在我先頭所說團一大鐵站 它都是縮於6號線的 在先頭酒店行鋸 去天一大地鐵站 大概5分鐘左右 再搭一個地鐵站 又或者你步行 就可以去到北京路 就是養中匯那裏 再多一個站 就已經可以去到海珠廣場 就是華夏大酒店 我們設想一下 如果你在華夏大酒店 訪滿了 又或者想住在不同的地方 下車 坐兩個地鐵站 甚至乎你在廣州南站 坐到海珠廣場 再轉兩個站 就能到先頭那裏 這裏是很安靜的一個區域 如果各位觀眾 以前在這邊曾經住過 很有情懷的話 我建議可以試一下 我沒有收過任何一分錢 我純粹經過見到 我純粹更有啟動的地方 终于我们来到文德南路 在这里往右转走过少少 就已经可以去得到珠光市场 即是珠光路了 这里附近也有很多食物 我记得这个也不错 因为我们之前在这里吃过饭 它也是有早餐供应的 与此同时继续往前走 还有一间云吞面当 好像都做了很多年 走前一点再说 但通常我拍摄影片 都不是固定的内容的大方向 是固定的 看了再说 这里又有潮山牛肉火锅 不过现在这种数量肯定没有食物 或者这个宾记面阁 就是这里 我记得是它的 金牌猪手面 胡味大肠面 鲜肉云吞面 招牌沙姜白切腩拌面 要来到又看看价格 我们主要看粉面 云吞面最便宜是14元 最贵的鲜虾云吞 大份28元 然后大肠面 小份22元 好像挺好的 秘制牛腩拌面 23元 好 我的早餐就到了 就是这份 我们要了这个叫做牛白腩沙姜拌面 它的售价是31元 又不贵 全部都是沙姜 下面是牛腩 它是清汤腩的做法 应该是 下面是面 我选拌面 但不要以为是拌面 没有其他东西 有两条那么漂亮的菜 挺精神的地菜 而且不是很老的生菜 与此同时肯定是一碗泥汤 我一直都很期待 吃一个很好吃的清汤腩 或者基凤头白腩 但是以前在维福路 有一间 没有做之后 其实那间做得不太好 没有了之后 真的都很难吃得到 够胆拿它来做招牌菜的 牛腩面档 这里是用来做招牌的 吃一条菜 健康一点 然后试试牛腩 这个好和生菜 值得给个赞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 它是将些菜剔开了 如是一棵 如是我们过年 团餐吃饭 和家人的发财 生菜 生菜 猪手那些 整棵都过了 逐步逐步剔开才能撒 挺好 生菜这么好 赚钱就是功夫 很累 尝尝一下面 未吃已经闻到很厉害的沙姜的香味 但又不算是有圆奔夺煮的那种感觉 面是祝星面 面是够爽口的 而且有少少少沙姜加驰 不会过于单调 下面有些豉油 但不会多到浸泉 我很讨厌那种感觉 我尝尝没有 但也没有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 因为事情是这样 其实这种面 其实有很多细节 大家未必看到 我只是懂得懂 当这种面 录完之后 要瓊干水 不然不然 放在这里 会不会出水 那些水瓊干 整个碟底 第二 就是生菜 又是要瓊干水 才能送上来 因为又是出水生菜 出水 出得很厉害 至少我说了这么久 下面也不会有一瓶水 那些绿面水和豉油拌在一起 真的很影响口感 这个是绝对不会的 至于面 我都说过很多次 我其实并不太喜欢竹星面 我不喜欢就是漂亮的 竹星面是要吃爽口 淡淡的感觉 偏偏我不是太喜欢这种 它也是柔的 柔就是好 最好 先来尝试牛腩 嗯 沙姜也是那种 没有抢了牛肉味 在这种肥瘦相隔 而且它吃到很薄的 非常与众不同 果然不错 嗯 还有一个小秘密 我坐下之后发现 好像我最初上来吃的那间 不是这里的 是前一点的 不过不要紧的 这个够特别 挺好 而且不贵$31 它还有很多食物 我也有考虑过 猪腩拌面 就是$28 如果到五市时段 还有碟头饭 或者蒸饭 咖喱鸡饭 都是$23 我最初以为有沙姜 它会令到牛腩味 全部没了 走光了 我真的有想过猪腩 猪腩拌面 各方面行为 试试它 有挺好的 真的没有令我失望 尤其它的切法 因为我以往吃过 虽然不多 在大陆吃过的清淡腩是一整个的 很美味 好了 我先去吃完 吃完之后一个市场 买几道菜 我看看 临近与新年的 珠光路市场是什么 真的挺好的 而且里面坐得很舒服 先头我离开的时候 有一批游客进来 看到它们都是点餐点都很满意 老板对游客说普通话 都是服务无微不适的 几好 下次各位观众回来 可以试试 因为始终这里是老城区 这些传统美食一定不少 有些早上一早开工 有些可能要去到中午 这个没有做了 说回先头的话题 我不是说过 这里去北京路其实很方便 那班游客一定是做过规划的 他们来到广州 难道想去珠光路市场买菜吗 是吗 一定是北京路的 是否住那个酒店 我当然不知道 但是在这里附近住 去北京路 真是很方便 我们去市场买完菜 走过去就到了 挺好的 而且不用住在北京路核心的地段 老实说 性价比真的不是太高 没错 市场就是这里了 珠光市场 我应该是上二楼 我记得一楼是没有菜卖的 上去简单单买两斤西洋菜就走了 我买东西 来市场买东西 不像老婆 老婆 喜欢慢慢选 它还可以走完 都没买过才行 至于我的东西 就很快 还有这个 例的都多人 其实吃起身 两间我都吃过 差距不是那么大 但价钱是差不多差 时间刚刚过了九点 看上去市场也很多人 很少这个时间段来到珠光市场 通常都是傍晚居多 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在粤秀区老城区 来说 买水产买海鲜是挺便宜 挺漂亮的 选择多 第二个就是买水果 菜方面都是有名 实家 比我们去到盆复路 各种都要更喜欢 所以我们常常会来 就是这样 除了西华路 龙津路 西朗那些以外 这间算是比较多 带子 最贵都是五元一只 活雨 一应俱全 这里最多就是带子 一多价钱就不贵 有雪床的 20元一斤 说清楚是雪床的 又或者鲍鱼 生蚝全部都有 不过这些我都不是 纯粹看看 这些生蚝一行一行 35元一行 最贵70元一行 多大 一行有10只 如果要买水果 就在这边 无论是否农烈新年 水果当时很旺 差不多到农烈新年 就更旺 卖金 都是一些应哲的水果 火龙果 四汇吉 除了好吃的意外 还有一个乳头 似乎有熬汤料 一应俱全 是挺好的 我快去买菜 其实我现在不知道 它的错档在哪里 终于记得了 在三楼 热闹 真是 珠光市场 都是早上热闹比较多 比旺晚更为热闹的 我看到池汤3.5元 汤汤4.5元 要买西洋菜 还未见到 正如先后在楼下所说 这里的好处是什么 绝大多数都是有明马实价的 这是西洋菜 这是西洋菜 我买了西洋菜 现在我出发去旺北京路 为何其实这么拖沓呢 现在才9点18分 我怕去得太早 不够热了 不过也不要紧 因为我今天打算是抢线看的 很多档口可能 入住了吗 或者开工了吗 不知道 去到就知道 我离开市场了 来到珠光路 都是这么有莲味的 刚才那间 应该都不算云吞麵店 就是我想吃的店铺 里面很多人 现在都9点半来 幸好去了另外一间 沿着这里 继续往前走转右 已经是北京南路了 已经开始见到 有些放在路边的花市 那些卖花的卖莲吉 有猪肉卖 站帮猪 面还有味盐香 宴堂牛奶 珠光路这里 有很多的骑楼 刚才不是说 有很多连吉卖 这里已经有了 事情是这样的 说一下花市 有很多观众 可能不太知道 怎样一回事 应该都有吧 最主要是一个趁热楼 还有买一些很有趣的 很有刺激感的 那些 徽春 花 主要连吉的那些 其实很少人会在西湖路买 我家里 因为以前是住大南路的 在那个年代 即1980年时 曾经试过在西湖路买花 但是到今天就肯定不会 已经很多年都没试过 都在家附近 买了 接着叫个叔叔 给他20元 这样送上家 先头那些街铺 卖年吉 它是有市场的 究竟去到北京路 是不是又真的有很多 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已经很接近北京路了 以前这里是太平沙 往左转就是天字码头 我们往右转 就过去北京路 现在这里是珠光路 今年的花市 就是疫情之后最热闹的一年 西湖路花市去年刚刚放开 都是有搞的 但都没那么大规模 而且去年 是没有 丽湾路和奔光的花市 这两个花市我都会去 天河的我就不去 明天我会去奔光的花市 看情况 实际情况实际为准 丽湾路亦是一定要去 这三个花市 是对于广州来说最有代表性的 例如黎湾区 一个是几千年的花市 还有 丰江就走得最舒服的一个花市 面前这里就是北京路花市 或者通常会叫做西湖路花市 才是正确的说法 如果说到最多人 我相信应该是西湖路花市 因为它会走到北京路 其中一个最有传统的商圈 原来也有很多自然者 大学生哥哥 来做自然者 这里就已经是花市的开始了 看到有一部船 海丝之渣湖啟航 海丝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在广州标榜海上丝绸之路 就是在广州 开始作为一个发源地 至于在这里过去 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 开股时间到 这里过去就是万幅路 就是去吃煲仔饭 我们就在这里进去 哇 音乐声音很厉害 在这里 可能今天就是一个开幕仪式 不出奇 而且整到船也挺大 好像已经搞了很久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那些工人已经在搞 海丝之洲 不过这个名字好像 不要理他了 最重要是开心 跟去年一样 其实去年这里都有摆花街 但是感觉上 因为它已经固定了 它不是流动那种 所以感觉这段近地铁站 它的好处就是 真正最热闹的 就是过到前边 过了大南路的路口 才为之叫最热闹的 如果各位观众 是坐地铁 用公共交通公具的话 我建议从我现在走的 这段开始走 如果你派人多 便是早上早 如果是想看更热闹的 还有真的有东西买的 晚上可能会更好 不过来 我建议从我身边 赶紧 到我身边 再不见 你 我自己 我这个 要是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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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来到这儿 就是以往来北京路最多人走的地方 原来已经有很多指引了 通常如果来北京路行花街 跟着这些指引就可以了 但如果不是行花街 其实就不用了 你喜欢在这儿穿过去 喂福露吃鸡都可以 还有我已经听见前面有省丝了 去年我和老婆很早来到 然后见到省丝在大佛寺那里 今天又很幸运又见到 来到北京路当然要看省丝 很厉害 而且是一队 我不说话了 大家慢慢欣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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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除了城市呢 還有美女的 厲害喔 看来今年应该会好运过去年的 去年在大佛市看到 今年有班美女跟着我走 我想他们应该会一直走到北京南楼 不知道啊 多热闹 我也是偶遇的 其实事前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段会出现在这里的 还有他们都是要排队过马路的 哇 游龙那样啊 厉害啊 每个穿得很漂亮的 看来今年我们又会走大运 他们应该会走到天字码头那里的 我来到这里就算了 我就不继续走下去了 或者 都是要过的 警察先生不让他们过 很搞笑的 好了 又回复安静了 北京路 其实所谓安静也不是很安静的 我来到这里看见呢 原来今年这一部分呢 都是没有那些工艺品档口 就是简单来说 中间没有人摆档 我留一些生意给两边的商户做 买一下奶茶 或者逃逃区饼家 那应该来说呢 正正式式就是现在刚刚那帮美女 在这里游完街之后 穿得这么漂亮 应该正式叫做开始了 去到前边那个钟楼 即是说大佛寺对出那里 应该就是花市的开头了 终于来到这里了 我不会继续沿着前边这个方向走 我会在这里转左 因为前边一路走 已经是通往中三五路方向 看上去应该都是没有 那些摆档 卖新年礼品的东西 还有这里这个摆档位 已经落了铁马了 走近一点看看 就是这样 行人是不可以走近的 也好 起码可以看得到 乃娜村的手过来 还有去年始终他们都是游客 搞到花有时候摆档 太高兴 会搞到很乱 今年就应该不会搞到很乱 还有今年是龙年 上面我高一点 看到有条龙的 主张镜头转过来 这边就是花市的牌楼 今年这个牌楼好像更高大一点 因为我来得太早 所以未聚烈 但是都已经很多人 现在十点钟都未到 很多市民就趁着 今天正正式式开放 就过来抢先看看 今晚应该会热闹很多 因为正正式式亮灯了吧 之前早前仍然是测试的 跟去年一样 这里全部都是灯笼 再走前一点 就是一条龙和花 去年好像是兔子年 所以兔子今年就是龙 而且已经见到很多古人 穿着塘装 应该是塘装吧 走来走去 应该拍照 至于面前 这里是大佛市 广州人行花市 其实还有一个寓意 就叫做行大运 走回运 来年就很意头 然后这里还有赞助商的名字 就是宴堂 它出了不少钱 而且还有一部车 真是夸张 这个是本地车厂的赞助商 不过不要紧 现在拍不到 我过几天还有机会 我会和老婆再来一次 然后我会从这里过去 西湖路过去看看 这里应该可以进来吧 这次行大运 这里叫做主牌楼 每年都是用这种形式 类似静海楼 或者叫五层楼的造型 这边就是我们由小 走到大正正色色的西湖路花市 这里是西湖路教育路 一来到当然见到 现堂牛奶 我最记得有一年 还见到亚洲航空的展位 不过今年未必会有 今天也见到有很多媒体 而且已经开始见到有花卖 很多花卖 但是大多数买花 都是没有名码实价 主要都是买个心头号 这里是西湖路路明优花位 把花拼得很漂亮 如果真的要买花的设计好盆栽 广州与种不同 设计得很漂亮 我请问大概是什么价钱 大概是28元左右 很合理 很合理 888元 这些盘呢 明白 我才刚刚说 花很贵 不值买 又不是 中间268元那盘 就算后面两位叔叔 看来都很感兴趣 有几个竹 予以折折高升 有时候 买花 你说去到远些地方有没有油 我可以跟大家说 但是一来不是便宜 很多很多 而且这里是西湖路 除了已经装置好的花以外 还有很多的 譬如说这些 试着买过百合花回去 还未开的 但是有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不懂得看 我亦不是说别人是造假 但是我老婆懂很多 因为她是从小到大 他们会有个专业数字 叫做雪条 因为有时候天气不是太稳定 他们当然想农予新年那几天开花 他们可能会有个雪柜 我们也不懂得看 我们这些二打六 如果懂得看 买这些 亦都不会太贵 让我问一下价钱 我问了 刚才这个 又不贵 她一包里面有八个花 应该是一窗 开价28 她一看之外不买 她也是可以28元 OK 除了仙楼卖花以外 亦都会有很多 省私公仔 例如面前 这些 这些就写了密码实价 例如那个 飘口飘口叫八折龙 99元 厉害 挺抢 陈奇的事情又到了 我遇到美国 香港的观众 其实都很正常 包括昨天在香港 也是 先后那位观众 荷兰 我们继续走 这里继续卖花 先后那位观众 他们想买些省私 看来真的挺好 既吸引人 去年老实说 机票价钱贵 而且还有很多不稳定金钱 来到今年 就真的 大家很开心地来玩 是否拍足球 好像看英超 托到这样 继续走 这里还有一个叫 残座暖善 善暖座残 残诈人联合会 看看有什么 好的工艺品 一些细章 又有一些画 这些画是画上去 不是印出来的 是国画来的 原来就是面前晓云老师 所画的 它价钱是388元 是有二卖来的 晓云老师 挺好 今年又可以做到 善事之余 又可以买幅靓画回去 确实不错 很优雅那些画 金色 多有二头 朋友最开心 来到这里 这都是志愿者的摊位 他们除了拿一些摊位 出来 出租以外 其实还有 例如这些 志愿团体的摊位 这些我还是不收钱的 然后呢 赞助商 还开了一部车 进来 厉害 厉害 来这里 南越黄博物馆 博物馆 都是会有 有它的摊位 这里有 28元的一个 是南越黄博物馆 好 谢谢 冰箱 很特别 是我们南越皇宫里面的图文 还有这个是玉老金 龙 好 就是我们有用到以前皇宫里面的元素 新年好 又有吉祥 又有黄金 冰箱 确实不错 今年见到风车不多 我终于在这里 就见到有风车了 气球就不能进入地铁站了 风车应该是可以的 好像这几位英俊 你叫风车 多开心 他坐地铁 一定全场都认得你 这个就是先后美女所说的 南越黄的元素 我以为花市走到这里就结束 其实不是的 还有很长一段路 应该是在前边继续一直走 往右转 应该还有 因为以往就是这样的 我最记得 我小时候就不喜欢走花市 因为大家都住在旁边 甚至乎有一段时间觉得很麻烦 搞那么多事做什么 然后跟老婆结婚之后 因为老婆她不是在这边长大的 她一次过都没有走过西湖老花市 刚刚结婚 应该是女儿出生无奈 就跟她来一次 她觉得很容易闹 很过瘾 要来看多些 事至今日 就到了她带我来 过几日可能还会带个女儿来走 这里的花就多 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种 我认得到有向日葵 中间这个玫瑰 有些是蓝色 红色 什么颜色都有 正 同样这边都是 这一区域主要卖花比较多 广州会有花市 我想其实很多观众应该都知道 因为广州的气温不太低 即使像早前那样 亦都不会去到零下 不去到零下的 就自然延 鲜花就自然漂亮 然后这里还有DIY手机壳 铁幕 以前的花市真的卖花 纯粹只是卖花 时至今日 已经变成买一些手工艺品 当然花也会有 还有这个小朋友在拍照 这个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一直往前走就过去喜二路 在这里转左就过去惠福路 转右就过去中山五路 如果要来西湖路花市 北京路花市 这里最为热闹 有多少人 让我趁一下热闹 原来是那些 那些 那些 老师在这里 寫辉窗寫大字 很多美女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事后住 可能是美女 都不是重点 我听见那边好像有成诗 让我过去摆一下 究竟是音乐声 还是真的有成诗 还有见到很多人潮 如果各位观众 过来这里尽兴 玩得足够 要离开 去直指站 这个方向是其中一个选择 但是相信到时候 是会有人流管制的了 因为去年都已经是这样 我没错 我又看见有省思 特别多 会不会是先头那条游龙 游到回来 不奇怪 就是这里 各位观众 我想到时候回来 它可能会视乎人流情况 如果真的想慢慢看 不只是看人 早上来一定不会令你失望 这里还有一个喝啤酒的财神 一直喝着啤酒 这个啤酒是很厉害的 很浓味的 是新疆的啤酒 还有财神 财神喝醉酒也好 这里还有黄俊英工作室 这是15摄氏度 据说过几天气温会降低和下雨 其实这几天都会下雨 但我们只去到香港 在尖沙水地铁站出来的时候 有几滴雨傘都不用开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游玩的时候 我会继续沿着前边这个方向走过去 起义路的方向就不过了 因为以前起义路都是有花市的 又或者这样我们过去起义路那边看看 因为我对起义路是很有情意结的 以往都是有花市 不知道今年是怎样了 过去看看 我们就不过教育路西湖路那边 但是如果讲到最正统的 其实就是西湖路这里 这里通往起义路的一个花市 又有本地牌子 还有对面这里排队 他们排队在这里准备拿社辉春 我记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爸爸很难忍的 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专门排队去等那些辉春 当时是有很多现在很出名的书法家写的 他拿了不少 他经常拿出来在我面前炫耀 那我就当然不认识了 其实如果我爸爸今天早上有陪我过来 我想他应该会在那边排队 这里就买东西喝的了 本地汽水 凉茶也好 但是我不太喜欢那些麦克风 这么大声这么吵 这边就开始看到有些 很有趣的手工礼品 例如面前这些财神 指定理发财 又或者上面那些挂式 这些是有名马实价的 20元 这个更加厉害 花市汁年货 哦 汁信中 好了 西湖花市的相片 先给大家看 大家先忍住 我也忍住 未是最多人的时候 但是有个事情我慢慢都想不到 刚刚开已经是这么多人了 正正式式连30晚那天 应该全天都很爆炮 到了那个时候 可能真的会有人流管制 至于现在 其实我就算怎样走 问题都不太大 而且警察先生都在适应 叫做压力测试吧 好了 今集影片先到这里结束 下集再见 按计划下一集 我们就会明天去到 宾江花市 下集见 拜拜 简订阅我们在这里 拜拜 还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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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